有两个事情 第一 渐量不可以移转租款 第二 流氓政府不可以租地合法 你如果听到这两点 你就知道说台湾 由这两点国政法说出来以后 台湾就已经可以永远平平安安 没人敢管理 但是说台湾人不知道 不知道建政法 只会要探级做工 台湾人天生 故意老实 所以台湾可以接地位走力 说不清楚 不是台湾人放肚 是台湾人没机会去接触国家的事物 说起来你不知道要相信吗 台湾民政府在两千 差不多是两千万十年开始了 因为高揚美国以后 开始升级台湾民政府 美国开始说 这样你的人派外交人员 来美国的华春日DC 我美国跟你找办公室 你派人来做一个联络的店 我找不到外交官 这个问起来 台湾人会讨历的 会要用去的 中国人终于把你拼起来 我让你接触到国政法的这个范围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警告 台湾人港一世人 都只做工 挟税金 给中国人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国家班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想说大家 都算头脑真好 听着都买买买 不用做买买 算很厉害 对 要下来 台湾的国政地位 主要是根据 美国港的三点 另外台湾民政府加一点 对三点 第一 美国是说 我对台湾的政策 是根据第一 叫做一个中国政策 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说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台湾的 ct multip 我们说 歌回讲会 歌回一般mm 我问你 共和地方 不会抵抚台湾人 别跟你召太多人 不会 我们的共和地方 有什么冤 有什么仇 我不是說共產黨好啊 你不能站我這幾個 你就不清楚了 我們將來共產黨是我們隔壁 就是我們隔壁的一個储兵而已 我們储兵的朋友有好的有壞的對不對 共產黨是屬壞的朋友 少往來 比較少街翁來的 但是嚴格來說 他說他沒有在打台灣 不敢打台灣 不是他對得好 是因為美國在後面 你如果敢打 美國要出手 但是在國際上 比較實際是真的 一個中國政策 只有一個中國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務的關係 我們承認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只相信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 那時候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贏 但是在那個時候 美國因為和中華民共和國很好 所以美國和中華民共和國 還有外交關係 雖然中華民共和國 他們是有兩個中國政策 撤退 招來去台灣 但是美國仍然跟中華民共和國 有外交關係 所以那時候 就這兩個中國政策 1979年 1979年 的1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美國建交 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生人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一直跟着怕 但是台湾人到怕你 要还有有人说说 说奇怪你美国应该要承认两个中国 其中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事实上中华民国是没这个东西 完全看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带着 虽然中华民国 全世界没人跟你生人 你如果出国你拿一本乎叫 没人跟你生人 我相信你如果有机会出国 你拿一本乎叫 尤其去欧洲 没人跟你当作国家 你如果要遵政 要入关的时候 叫你另外去旁边去拜 有的东南亚的小国家 你就要在这里要赠钱 要赠一十块美金 还是五十块美金 这样他就要给你过 让你过得没关系 他在那时候 有的不可以把你带在中华民国的护照 他带在那个座位上面 一座座位上面 日本也是同样带在一座座位上面 那是标准是什么 国际上没有人承认中华民国 成人中华民国是什么 只有我们台湾人 翁台湾人 中华民国 他在外面 你参加那个世界的组织的时候 他用什么名字 他用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是什么名字 Chinese是什么叫做中国 中国也说中华也可以 台北就是台北 Chinese Taipei 叫做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 用这个名字 全世界也是只有台湾人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我们台湾国家的名字就是这个 其实Chinese Taipei 在英语来说叫做什么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台湾去让流亡政府 政府沉沉在这个地方 全世界有礼 以前 就是世界台湾的时候 法国去让德国沉 法国人走去到伦敦 建立他的流亡政府 叫做French London French 法国 London 伦敦就是英国 英国的伦敦 这是法国的流亡政府在伦敦 比利时也是同样去到德国 他叫做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 韩国也是变成流亡政府在伦敦 韩国也是变成流亡政府 召移在上海 叫做Korea 上海 所以台湾不要说烂 我们今天这些学院 和那些投到博士 你跟他问说Chinese Taipei什么意思 他搞不清楚 你看会可怜吗 所以中国人 他老早就跟你说 我没有骗你啊 我参加世界组织 我就用Chinese Taipei了 其实他老早就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中国流亡政府 现在是驾到台北 驾到台北是利用我们台湾人 他说如果运动会可以去做运动 去参加组织 那台湾人很奇怪 台湾喔 没有国家的观念 四百年以来 你什么时候台湾人管理会 你自己 没有 台湾人那些学院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五百 但是都很糟糕 几百 法律不在乎 所以 我们这个推进做速度 会不快 就是因为台湾人的个性 有关系 台湾人有钱 人给你一千多钱 就给你买了 所以你来在这个地方 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的内心 你的心理里面 要有 咳咳咳咳 要自己知道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来这里上法礼 你有心 要替台湾人做事 要替台湾人摄像 你会来 因为我虽然不是基督教徒 但是圣经里面 是一个后书 有一个章节里面 第二章的二十二小节 他里面说 因为你一个人 这个 这个 产生的 5个井里 去做的彼此 你不要去做 你不知道这diman里 做的彼此 会比较害 你现在车 车 先有的人 先踏一坟 来这谁上高 顺的秘书 秘書長說 咱是日本人 好 比較快 跳出去外面 比喻以後 去做一頓人 說來跟日本的新生 購招 秘書長 你說的 啪拆拆一半 我說我們台灣人是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是什麼日本人 是大日本第一國的新民 和現在的日本有一樣嗎 不一樣 開始異想天開 說日本的公立廳 會在台灣設辦公室 會發負責 負責一半兩千塊 台灣人有這麼高錢 你要相信嗎 竟然有三 四十的負責兩千塊 九九的要這麼來問 秘書長 我負責兩千塊 日本要給我負責 我告訴你 日本有負責 我當頭鎖給你做椅子去坐 初期對 你要住股不定出來主秀 你說那公立廳是嫁 台灣人就是這樣 台灣人要要給兩千塊的心態是什麼 反正都出兩千塊而已 如果有就很好貪到 如果沒有 也沒關係 就能感到要丟臉 但你搞錢的動作 美國人在眼中看到這種動作 日本人看到這種動作 他要幫你幫忙你台灣人 你看有可能嗎 不可能 台灣人頭腦這麼厲害 沒有那個觀念 沒有國際的觀念 所以我們都要知道 你來這裡託這個法律 主要就是說 你要對台灣的國際地匯 你要對國際法 來徹底了解 再來 所以從現在開始 有幾個安排江蘇 雖然是我們一個講的概念 你要綜合 我們要坦白說 不是江蘇它都綜合 江蘇也是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維林在這個上口 替我這個新台灣論 他們早上 然後做一個結論 要來做江蘇 不是江蘇都綜合 你一定要有這個心 要有這個 這種的 有那個觀念 江蘇上口刷 你所得到的東西 不會比江蘇更少 所以我經常跟你講 我們來這裡託這個 你新台灣論 你自己一定要託 無關你有要做沸騰 沒有要做沸騰 每一九月一百的 你發理的科技 你要來參加 那科技都免錢 參加到有一餐 一餐飯給他吃 不錯 但你不一定考得過 我告訴你 每一次在科技 有辦法超過六十分 六十分喔 寥寥無幾 有時候 我看到這個分數 我感覺說 不敢 六十分 我們大家不信心 所以五十分也要你六十分 六十分 每一次在科技都幾百 科技都像十分 其實 有些人說 你如果出哪一天 我不是出題目出一天 我出是非選擇去 不信心 是說 你對國際法 你有辦法理解 他了解嗎 我告訴你 美國的三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第二個三個公報 1972年上海公報 1979年的建交公報 1982年的817公報 三個公報 三個公報 這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美國簽的公報 但你就注意看 這個三個公報裡面的內容 裡面都不說美國的想法 都說你中國怎麼收 例如他說 最愛公報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聽清楚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能夠代表中國的國家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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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不是認知 沒有那個認知 這個 你不相信你自己回去 你去集團 給他看看看有認知嗎 日本的集團才有認知 絕對不是認知 就是得知 得知 得知是什麼意思 哦 你們兩邊在說 哦 我有聽到 不是認知啦 不是認知啦 你不知道什麼人發的 我實在搞不清楚啦 美國 得知 你兩邊的中國人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唯一代表 這個中國的這個國家 美國 知道 得知 就是聽到 聽到你兩邊你說什麼 美國不說他先認 啊 現在有的人三個亂不說 這個這點 啊再來你聽得清楚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我請問各位 你是什麼人 你台灣人呢 你不是中國人 人有說你嗎 有人說你嗎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會感到無關的 但我們都自己對號入座 沒有 你看他嚴重了 所以你說你發營業 我看齁 很差得很遠 很多 孩子去美國留學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也是在美國讀書 說回來 說那個營業 我現在就要他堅持下去 只要那些普通的營業 可以啦 這樣比較輕的齁 真的也是不效啦 台灣人讀書 真的是不求聖結 我是很感謝我讀書中的 我是台東 台北第一季委員的書中 台東 我營業都很好 所以我經常到今天 我有一些條約的垂直 我就一字一字去分析 分析得很好 美國都嚇到 所以 我要說的就是說 台灣人 你讀營業 是黑白營 青菜營 你不能看憲主席這些政治人 不是說營業啦 那媽營業說的營業怎麼不聽呢 美國人不要跟我講啊 他說 你過來嘛 先生講那個英文 我怎麼聽不懂 他是你說營業沒不對啦 但是營業跟人都不一樣 在這種的經營自下 我們到底是要怎麼啦 所以美國不要跟我講幾位 我印象有夠親 他跟我講 Roger 我叫Roger Roger 你有沒有決定說要救台灣人 是真的假的 說一句話我想很句話 當然啦 我想說 你說要救台灣人 我們的進度很慢很慢 已經差不多要四年了啦 到八年一月十三十四十五 就四年了啦 我們沒有休息過耶 這樣四千名 我們撿不起來 甚至有的人 在我們的裡面 回去之後 又跟我們說一些反話 調高他跟你說的 說什麼 啊 怎麼會留去那裡搭菜 我們自己看菜就好啊 我們怎麼撩那些錢要創什麼 但是有的人 說的話也很感心 他說 自從去修憤以後 我會要看破爪 對國際的事情我開始罷了 說的 說的 說反話這的人 你覺得說 他真的在為台灣嗎 不 說比較容易 來這裡高一日運動 你這裡也大 也不清 也不清啦 也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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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外面民宿到那裡多錢 敲過吧 對不對 怎麼說良心話 但是有的人 就是在裡面 幫你製造 矛盾 但是我 雖然我有聽到 我都驚不知道 我說 你的名字 是要來做歌的 你就來 你名字裡面 你不來做歌 你不來做歌 就來 你不來做歌 所以總有一天 當台灣民政府 在馬尼這場 那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祕書長所說的 是百分之百完全正確 我們要這場 路途要很遠 什麼很遠 時間是很快 但是路途很遠 我們的心態 有改變過嗎 我們是要接中華民國 中國人的賬款 還是要接民進黨的賬款 No 我們要創造一個 全新 完全不一樣的台灣 這個台灣 我只 可以說 我在桌子裡面 我寫文書 我有說 我訂一個 政策 叫做 託亞入歐 離開亞洲 要去 離開亞洲 日本的明治維新 明治天空 東西 你推動那個明治維新的時候 在當地 日本人產生很大很大的阻力 但是日本天空 堅持 你們知道一個事情嗎 到驚慮為止 日本天空 沒有要穿和服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可能不知道 到驚慮 日本天空 他不要穿和服 都穿世宗 穿那個 宴尾服 當然 日本風休 他會穿 日本傳統的 那個 日本衫 但是日本天空 他沒有要穿和服 這是怎樣 他要讓日本人 深切的了解 當時明治維新說 就是要離開亞洲 要去歐洲 所以開始 所有人都穿世宗 所有人 有這個營運 有這個營運 習慣 引進歐洲 所有進步的工作 所有的東西都要引進 你看 他引進去後 他在日俄戰爭 打敗索連 在清條的戰爭 打敗清條 非常了不起 全世界裡面 跟有一個國家 打到美國的本土 當然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叫做賓拉東 但是 真真正 用正式的軍隊這樣 打到美國的本土 是什麼 是日本 我少說一些這些 但是給你了解 偷襲珍珠港 日本真的是犯了兩個大的錯誤 他如果犯這兩個大的錯誤 整個世界的局勢會改變 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那個叫做雲南司令官 他為到那個戰績 他奉扎珍珠港的軍艦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 他如果奉扎兩個東西 第一個 奉扎東西的珍珠港的油燙 大大的油燙 你如果看那油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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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油燙都好洗好洗 他如果那個油燙 把它結下去 美國請半年不用擔任 沒有油 要走什麼 還有一個第二 就是這裏 做雲的船場 做雲燙 日本那種做雲燙它結下去 吉他说滚感那都不用啦 这两个先处好丢啦 你有准没油是要什么 是一个战略失败 如果重新开戏 我说你如果去做这两个 我相信美国 不一定的投行 但是会坐下来跟他说 我本来的头目不是这样你知道吗 我偷偷去铁条 是我夫人不想要乱偷偷 没要乱偷偷 在中国开始 因为我正是向美国 选择 法力选择 不是真的要向他选择 我哪有那个武器要选择 法力选择是怎么法力选择 我应该给你鼓鼓了 你已经鼓鼓了 跟今天你再去点点点 航航 我替这个头就是三本头 三本五十六 356就是当时向美国 选前的海军总司令 他跟日本帝团说 他要发动建筑的时候 他把他头去替掉 他跟日本帝团说 给我两年 我可以把你保证 给美国拍到美国拍拍拍 不起来 但是两年以后我不敢说 过年没错 前一年两年 一九四一年开始 到一九四三年的年底 美国真的都变不出来 一九四四年 美国开始反攻 赛班 由赛班岛开始 以后日本就开始 节节败退 但是你看看亚洲 亚洲 日本 其实是台湾 台湾在 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初八 台湾拍出空军 由冰冬出发 去奉扎 菲律宾的克拉克 空军基地 那个空军基地 是去让台湾的空军 完全见面 麦卡斯的东西 他的回忆路里面有了 一天是走出来外面看 哪有这些飞机 这飞机是游到来的 下方的人就说 游台湾拍来 哪有可能 因为那当时的飞机 没办法拍那 但是那当时 日本有一个 发明一个 叫做零式战斗机 飞机 用那个铝片包起来 用铝片包起来 什么意思 很轻 飞很烘 但是用铝片做的飞机 没有防卫能力 人家来用机关针 把它扔下去 就扔掉了 所以日本人那当时 包括烂宅来 都不怕死 要为天皇犀牲 所以渐渐的逃戏 开始的两年里面 美国是啪啪啪 尤其是丹南亚 日本好像是 肆如破族了 直接渐渐到 这个叫 新加坡 中国的丹南亚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你看看今天 建国神社 日本去拜建国神社 我们也去拜建国神社 但是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 抗议而已 一个叫做中国 一个叫做韩国 韩国的北韩 点点 是怎样 当年的国家 都没有反对 为什么 日本当时 日本对国当时 发动战争 它是东亚共农 做一个目标 就要把那当时的殖民 殖民者 刮除亚洲 所以今天我们的历史 都总是价 当时日本人 是觉得说 阿州 中国 都让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美国 美国 让他们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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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要把这些国家 帮出去 所以你看看 來心治愈非常高的崇高的敬意 因為那些人是改救了到 去讓市民的這個痛苦 所以我們過去 我們現在所有的副本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跟我們同學說 我們投到國去頒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思維 就要和不一樣 你不一定要相信我講的 但是要相信你自己所看到 所痛的 有很多小孩 在台灣所痛的教科書 去跟美國說奇怪 怎麼都不一樣 不是不一樣 是因為 台灣去讓中國人失明 殖民 所以我們在說 我們的台灣民政委主張和立場裡面說 中國是十民政權 他在台灣的十民 為什麼說十民 教導你 我給你簽名 沒有話講 但是你不能說 為中國 幾百萬人 把他刷在台灣 改變台灣的人口的結構 那個是不對的 我給你簽名可以 他在這裡 當時他把我簽名的孫 他也要做什麼 要讓我們台灣人 本土的台灣人 要協助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這是按照戰爭法所規定的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來這裡上課 你都不知道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我講講講 人家說你那隊 我要台灣民政府上課 還要詐騙集團 真的有人這樣說 你詐騙集團你就去討問了 請問他給我騙誰 幫你騙誰 所以 你說 中國人來台灣簽名的時候 他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嗎 有 他用什麼名字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我不知道你們還知道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台灣民政府啦 所以今天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1947年 二月二月發生 所以美國說 喂 你們這樣不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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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1947年的6月15號 就改就跟宣佈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改名字叫做台灣省政府 叫做台灣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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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建政會裡面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省政府叫做你 應該是台灣人 應該是台灣人騎頭才對 台灣省政府 政府 憲憲地去給李政會 把他們封掉了 李政會也沒有特色 有一次有幾年前 李政會說要動省 要廢省 你還記得嗎 為什麼廢省到樓邊 沒辦法變成動省 美國出來反對 你說等一下 你不能廢省啊 因為李政會是想要讓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將台灣省政府不去 像中華民國 美國說no 所以今天美國出面以後 台灣只有變成動省 什麼叫動省 就是有一天會被解凍 什麼時間會解凍 台灣民政府正是站起來 有到那個人的時候 就會把他解凍 是中興新春所有的建築物 都沒有營養 啊我們有的人 那也是我們的動省 聽到說 咦 台灣省政府 咦 那他贈名這樣就執政了 所以今年的七月份 號召都是我們的動省啦 所以美國跟我說 你台灣民政府很厲害耶 生幾個的不好處啊 太少咧 四隻油拉麻糬去省清府 就把他插下去 就把他插上 說我宣佈執政 咦 那他退到這種程度 我就想不到咧 我說你若要占省政府 你不只去占總統府 因為省政府沒有人嘛 空地那裡在短暈嘛 所以你說我們台灣人頭哪有好 很好的 但是那都是有孫心有壓心的人 我跟妳講 台灣民政府 每一步都打得很穩耶 你只要跟著台灣民政府的腳步 我保證 我用生命給妳保證 我們一定會執政 你拍手去整拍手啦 但是妳的內心要很清楚 妳準備好了沒有 所以美國剛才我說 他現在對台灣的三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三個公報 第三個叫做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這邊13號 習近平和歐巴馬去民的時候 歐巴馬跟他說 台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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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趣 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看過 妳會出一張 台灣關係法的 架本 妳怎麼看到的 都是美國所公報的 真正的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看過 妳兩個地方 一個尼克森紀念法 還有一個國會的道書館 那道書館 台灣管理 把它收在那裡 裡面有幾張 不准拍照 不准操錄 不准操錄 這奇怪 為什麼 因為台灣管理 我認為美國 又在玩遊戲 它隨時 你改變台灣關係法裡面的條文 最簡單的 15條已經改了 一般來在那些 the people on 台灣 叫做台灣人 the people on 台灣 是鑽在台灣 這個土地台灣人 叫the people on 台灣 他現在已經改了 改了什麼 the people of 台灣 就是我們奔託台灣人 妳覺得很奇怪 美國 妳給我們試探說 妳們台灣人 到底知道不知道 所以在2002年 10月20日 我們看過美國以後 美國開始說 妳們台灣人知道 但是我一個人知道 不好 要讓大家做的來知道 大家來研究 台灣人太聰明了 小研究兩天 就要去做這 台灣民政委 美國台灣政府 什麼大日本帝國後援 什麼續日會 我們已經不好 出生六七個了 夭壽猶 美國說 妳們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還要在這個時候 再跟各位說 我最痛心的就是 我們生的這些不好處 以前剛才開始 也有一些都是工書 做過工書的都會變成不好處 都不是說現在 為什麼這樣 就是法律頭沒頭 他兩個說 哇 這麼簡單 我也聽我來辦 我也聽我來創 我也要來創 我也要讓我們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從九星的這個 這個範圍 我們沒有限制 國民黨 民進黨 共產黨 台獨 都可以來上課 所以這些人來上課 每一個人的心思 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存心 來他裡面 自己叫 每一次的 我們的祖神 跟某一段的程度 就有幾個人 會讓他叫掉去 所以 我們雖然在這裡上課 上課到高級版了 我們每一個 每一位 來心裡面 要自己建設自己 你如果相信 我們現在說的法律 我們就要好好的研究法律 因為台灣 要把美國 討台灣這個土地 讓我們自己來管 要把日本天龍 要求讓我們台灣自己來管 只有扣這套法律而已 美國對台灣 現實是三個政策 一個中國 三個公報 台灣關係法 其實美國 流去一個最重要的 叫做 舊親餐和平條約 我們顧美國的時候 在古典法院辯論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的律師 結成度 不知道古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的法官 不是我們的啦 美國那個法官給問 我們說 古金山和平條約 我幫你請問 古金山和平條約 還有效嗎 美國的 國務院的這個代表的 律師 叫做Patterson 小楊 nessa 如果你看看 沼瑰 metaphor 我來 para你 Travel 還有效 abroad 你 Sammy 如說古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效 你會 結效 發生 你會 嚕 嚕 碌 麻煩 古金山和平條約 是经过参与 众议通过 所以定义是现法同样 当然啦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范例 范围有够看 太看太看了 不是说你在那三天两天就改变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明天再继续 多谢各位 谢谢 各位 谢谢